好了 说完吃的 咱们再来说说玩的 过了秋分 怎么样 上海是不是明显有了秋的味道了 桂花飘香 梧桐落叶 这不冷不热的天气非常适合闲散的逛一逛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我们是和上海旅游局合作 为大家介绍了一系列上海的微旅行路线 今年咱们又有两条新的路线要推荐给大家了 这次我们要走进的是老洋房 听一听岁月的故事 边走边拍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上海 那今天我们要和上海旅游局合作 带给您一个微游上海 那咱们来的第一站是横山路的小红楼 这幢小红楼是咱们中国唱片业的起点 因为在19世纪末 法国的百代公司来到上海 就把公司的地址放在这里 这当年很多非常著名的歌曲 就是在这里灌制而成的 最著名的一首每一位中国人都会唱 那就是在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当中 义勇军进行曲 就是在咱们身后的这个中国唱片场的大楼内完成的 但今天这个大楼呢 并不是咱们节目的主角 因为其实在徐汇 还有很多地方很值得玩味 那今天咱们的微游上海就到十位 不过很可惜 百代小红楼之前租给了一家餐厅 但是餐厅呢 目前处于停业状态 我们大家现在只能够在楼的外面 简单地转一转 还好 小红楼所在的徐家会公园和横山路 格调都还不错 静静地漫步其中 也别有一分滋味 说到微游上海啊 像咱们这个天儿 一定要到户外走一走 这环境这么好的地方 就在淮海路上 宋庆龄故居 全国的宋庆龄故居呢 很多 但是上海的这个淮海路的上海宋庆龄故居 说句实在话非常有名 因为它占地四千多平方米 而且这个房产呢 以前是希腊传王的一个房产 那四九年初的时候 宋庆龄先生呢是搬到了这里 咱们一进来就能够看到 宋庆龄的一个雕像 宋庆龄故居的位置闹钟取静 树木参天 光是花园里的百年古树 就超过了二十棵 环境是绝对棒的 关键在这儿啊 还能够听到很多关于 宋庆龄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时候啊 咱们知道没有推广普通话 那宋庆龄呢 是在上海长大的 压根不会讲普通话 全部讲上海话 现在咱们在网上 还能找到当时 他参加镇举行人会议的时候的发言 底下坐了那么多人 宋庆龄讲上海话 我就特别纳闷 你说如果北方人 听到台上讲上海话 他听得懂吗 更神奇的是 你想想 这孙中山先生 他也不懂上海话呀 他俩怎么交流呢 这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他俩极有可能 是用英文交流的 太高大上了 如果说这些都是趣事 那么养在这儿的和平哥 就是真事了 现在我看到的这群鸽子 是宋庆龄当年饲养的那群鸽子的直戏后裔 世世代代传下来 每只都是血统纯正 放着两辆古董轿车 一辆是52年的时候 苏联当时的领导人 斯大林送给宋庆龄先生的 是一辆吉姆牌轿车 说一说吉姆牌 我作为一个汽车名 我真没有听过 这么庞帝斯克倒是听过 旁边这个是70年代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送给宋先生的 是一辆红旗牌轿车 咱们来看 这轴距当年真是大的吓人 现在这个车要是在上海的街头开 还有点不方便 最神奇的是什么 这两辆轿车现在还能跑 故局里边转了一圈 我用切身的精力提醒大家 这几天来参观 千万要记得带上驱蚊水 不然的话 后果各位懂的 接下来我要带各位 去一个冷门的地方 但是里面的东西 绝对是好东西 这地儿我相信 住在石惠区的人 99%的人没有进来过 就是在普惠塘路土山湾博物馆 这土山湾博物馆 这名字其实很普通 甚至有点土 但是土山湾博物馆 在上海的文化街的地位 绝对要说到说到 这土山湾怎么来的呢 是当年林泽徐开凿赵家邦 这挖出来很多土 没地儿堆怎么办呢 只能够堆到普惠塘路 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普山湾 那后来1864年教会进来了 在土山湾这边建立了一个孤儿院 然后孤儿院 他也教孤儿们做一些工艺美术品 教孤儿们画画 然后做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作品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牌楼 咱们可以看一下 光这个高度 这个面积 我的天哪 很难想象 这是当年19世纪末 咱们中国的孤儿 一刀一刀刻上去的 而且这还是这个毛损结构 那这个楼牌呢 可以说是后来流经了很多国家 经过了拍卖 最后咱们中国是买回来了 光修复成这样 咱们就花了180万 所以当时这个孤儿院 在上海的文化界很有地位 这边也出了很多大师 当年都是孤儿 说几个名字吧 刘海树 任伯年 都是从这走出来的 这座土山湾博物馆免费对公众开放 展厅里呢 还有其他一些木雕的手工作品 如果你路过普惠塘路 花不了多少时间 就抽个几分钟进来看看吧 咱们今天威游上海 威游学会呢 就逛这么多 最后一个地方 咱们是来到了桃江路的 普西京雕塑 这个雕塑呢 其实安到这儿 挺合适的 因为这是音乐学院附近 就感觉很有文艺气息 但其实啊 上海这么多雕塑 你要说是命运最多船的 还真就是这一尊了 你看啊 它是建成的时候 是普西京逝世100周年 那当时呢 是居住在上海的俄国侨民 初次建造的 但后来落成的时候 已经是它逝世150周年了 这50年的中间啊 它起起落落一共有三次 就算是最近的一次 马上都快建起来了 灵了了 这模子要起来的时候 叭击一下 掉在地上碎了 没办法又重建 最后150年的时候才建成 今天这个给您设计了一条 威游学会的路线 您空的时候呢 可以来逛一逛 下一集呢 我们带您威游淮海路 当然了 来点实惠的 下一集带您一块吃 今天带大家体验的这条路线啊 旅游局给它起了一个 特别文艺的名字 叫做《抑郁迷情老房子》的故事 也就是说 徐慧的老洋房 您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回味一番 不要在意形势 重要的是过程当中的感悟 我的边走边拍 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